他还判断是很到位的,是的 尤其是杀马尔斯那步,真的是哪被你们想到 这边一个锤,接灵魂超速,再继续把电影就是打成一个残血 但是后面有一个萨满,你想走,没能走掉 即便是马尔斯帮忙给了一个战神去忙 但是萨满是有控制的,想要继续进来找这边的一个马尔斯 加索拉住,黄泉颤抖,再借VS的一个魔法剑 看一下维萨吉,甚至 对方的野区的进攻眼,中路的现眼以及下路的这个树林的眼都有 但他们就很好打进攻 他们不管是在对线劣势还是对线优势,做的都比达为要好 还在蹲,还在蹲 给一个加索,而且大锤也赶过来 天光限制加一个新魄天津 又在此杀一个高富豪的马尔斯 马尔斯这个跟队友说,下路现在玩不了了,现在都不让我战 嗯,其实感觉Bitebomb这一局是打出一些强队风范了 这样的话,其实Bitebomb如果说战胜哪位往上去挑战下奥塞德尔斯 感觉比哪位竞争大一些,结果刚被放了三代限的被抓 这个执行力很强啊,残血一塔做勾引,然后宙斯到位之后两本TP 下塔,然后去找对方中路的蝙蝠来突破 嗯,蝙蝠这个时候应该要稍微小心一点啊 这个时候下路不熟,那自己在中路应该是要藏好 藏在树林里面 嗯,看到了,有减速啊 天光限制砸下来 蝙蝠的血量非常的低 宙斯补了一个大招,伤害跟上 又是一番,灵魂超度 即便是陈已经加了血的情况下,马尔斯还胜亡 老奶奶这个饼干,作用了对方的同时 自己也死了,最后还有一个陈 藏在树林里,已经是被发现了 大锤天光限制进场 马尔斯技能放出来吗 看一下陈回头给了一个奶 然后自己吃了一个魔棒 还是回头把自己技术上也放出来 蝙蝠就是远距离荒 能不能把对方第一时间的血量给打下来 技能交了一套 两边现在是一个人都没死啊 刚没说正面被死灵魂的拥住给坐住 宙斯给雷基,大满扬住 这边刚没说是一个败死的状态 饼干再帮忙救一下,拉开一个身位 哪位现在是一个撤退的状态 但是我们还想在追 马尔斯已经是走上一个高台 宙斯不停地给雷基 以及给自己的一个弧行闪电 还是杀掉了马尔斯 这边再有个电眼角手 都追到了哪 应该也是觉得需要去组织一波了 但其实他们上一波并没有说出到一些很关键的装备 然后去打 反正就是可能感觉得组织一波了 结果又没打过 这里有一个在野区打野的城 嗯 大满其实是第一时间不想找他 他是想跳到后面看看有没有陈附近的人 能留更多 但是这边只有陈一个人 杀了一个老陈,反一个假野 哎,这傻门撞到撞鬼了 哎,大车要来 哎,大车要来 啊,救他来了 哎,这回头扬一下 老奶奶死 哦,死红了 就没有管这个撕血萨曼 然后被破晓晨 奶了一下之后 萨曼没死 反而又绕后点眼 追多追死了一个马尔斯 这波哪位又血亏 头都晕了,真的是 就很烧死的啊 哎,高北松不能死啊 高北松死就完了 高北松 啊,最肥的一个 上盘小黑也是 走那个高波被抓了 这个楼人的位置有点深了 但是蝙蝠炸完之后 梅兰放拉 啊,这个位置其实已经很深了 马尔斯第一时间的一个竞技场 但自己是被暗三板加索 拉住我,狠狠地拉住我 马尔斯死在自己的竞技场里 宙斯给的 自己记不如人 记不如人甘拜下风 像这一局 白豹爆他们整体运营打这个20比1 这个压制力 这个压制力 绝对不比昨天 奥特赛斯弱 哇,小歪 很果断的一个牵手配合大锤 直接要强杀蝙蝠 而且这波其实是哪位的开悟 嗯,赶过来想留人 这边有一个萨满 这波是把他留住了吧 萨满阵王 看一下还在往前 有一块小城 一块小城 回头就是热热的锤 原地再给一个星破天津 就此给大招 再收到这边一个马尔斯 老脸想TP 大锤直接一锤的轮上去 在一个换 找这边的一个钢被兽 还在疯狂卡位 就钢被王马走 原地又是一个星破天津 人头是被维萨吉收掉 哪里赶紧顶了一个塔房 陈海在往前 要冲上高地杀老陈 在拳水门口 老陈移速很慢啊 没斜 啊,难受被三锤被死在拳水门口 星破天津 我已经在第一时间的位置 想要先拉出来 放了一个上下重锤 但盾的话是应该要被钢被兽打掉 但钢被兽这波BQB是已经开过了 不过马尔斯刚刚也是只放了一个锅 然后这一场还在过来 给一个竞技场一锅接住 远距离细细练有轰炮 陈海在加了一口奶 就应该是放一下蝙蝠 把蝙蝠换进自己的一个队友身边 大水正面先打掉一个陈 正面再轮钢被 蝙蝠即便是拉住了这个派小城 但钢被兽还是已经死了 是的 是的